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到底公不公平啊 你知道嗎 現在國民黨團呢 要來推動一個叫做 陸籍配偶取得 我國身份證年限 要比照外籍 你知道嗎 外籍配偶取得 就是陸籍啊 只要四年 但是如果你是陸配 就是六年 為什麼要比別人多兩年呢 好現在列為這個優先法案 那現在民眾黨說 他們也力挺這個修法 因為也要保障陸配平權啊 但是民進黨 這時候民進黨就很團結 不行啦 影響國安啦 要拖延行政啦 要阻止立法啦 我們來看一下 吳思瑶就說 不希望對敵對國家開後門 他說蔡政府對陸配照顧 不遺餘力 生活從寬 但身份從嚴 好那黃傑是說 藍白立委在立院的首要提案 不是捍衛人民的權益 反而替中國人爭取權益 存的是什麼心 又開始操作了 洪孟凱說 台灣是進步的民主社會 不應該在民進黨的政治意識形態下 存在歧視法案吧 民眾黨黃珊珊也認為喔 如果有國家安全的疑慮 不會因為身份 而是你做了什麼壞事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 但因為現在喔 你知道有很多都可以操作 包含呢 這個跟健保有關 也會被拿出來講 到底放寬陸配入籍 有沒有衝擊健保呢 薛瑞元說要蒐集相關的數據 經過精算之後 再來評估 好 醫生施錦中認為 健保資源已經桌經漸軸 放寬陸配入籍年限 使用健保者變多 擠壓健保資源會帶來國安疑慮 好 蘇清權是認為 他說陸生來台就學 當時就有陸生納保的爭議 經過部會精密的計算 所以呢 健保不但不會耗用 而且會賺錢 立委麥玉珊是認為啦 他說目前外配或陸配 只要在台灣住滿6年 就可以有勞健保 跟身份證也沒有關係啊 別看脫 所以呢 這個修法到底會不會過呢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國安疑慮呢 聊天室跟搭互動 你覺得有國安疑慮 你幫我加1 你覺得沒有 你幫我減1 我們一起來看這則新聞 國民黨立院黨團提出 新會期優先法案 推動大陸配偶取得我國身份證年限 至少因比照越南 印尼等國的外配 從6年縮短到4年 我比較贊成就是陸配跟外配的所有的比照條件就是一樣 如果是陸配不如外配恐怕會有人權的問題 不應該存在雙重標準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民進黨的區域立委 其實不敢反對這一個提案 民進黨內部都有自相的矛盾 台大醫院十幾中醫師就認為放還陸配入籍年限 除了會擠壓健保資源 恐怕還會帶來國安疑慮改變選民結構 但網友嘲諷你不跟月配美配計較 只罵陸配是歧視吧 嚇死人要不要乾脆規定陸配不准生小孩 部分人士擔憂陸配父母會以一親之名 來台享用健保 但根據兩岸關係條例規定 陸配取得身分之後 父母想定居台灣需年滿70歲 而且一年全國僅限60人 通常會等上15到20年 但綠營態度強硬 強調若要修法 那就讓陸配比照其他外配要放棄原本國籍 問題是憲法一中之下 與大陸依法是兩岸關係非兩國關係 南軍質疑難道未來不是陸委會管兩岸是外交部嗎 否則怎麼會要求陸配放棄國籍 國民黨如果要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就把跟外配的合理性一致性配套來思考 現在所存的法條就是歧視性的法條 民意唯一歸 這才是現在我們第十一屆新國會要走的方向 先行法令對陸配規定叫應悅配偶嚴苛 想消米歧視涉及敏感兩岸關係引爆藍綠大戰 謝謝中山楊 李俊瑩SL左台北報導 六年縮短到四年 好像聽到民進黨都說啊 這是破壞國家安全的法案 不過呢 欸你剛剛有聽到嗎 立委許智潔表態他說欸他是贊成的喔 贊成這個配比要照這個外配喔 就是說不要什麼六年了一律呢 外配就是四年 結果呢有國民黨的立委聽到就說喔很欣慰耶 我們一起來看國會現場 我想我比較贊成就是陸配跟外配的 所有的比照條件就是一樣 那如果是陸配不如外配恐怕會有人權的問題 所以呢外配的規定怎麼樣 陸配的規定我們比較辦理 我相信這樣子國人就可以接受 議員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講說我們不要歧視彼此 然後要往這個方向修正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是蠻高興的 因為我不覺得我們應該再掉在意識形態裡面 然後彼此內耗 而是基於正確的價值 有些東西我們要這個 我覺得應該要大步的往前走嘛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肌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抗 姿苦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